欢迎大家来出席 今天这个南洋杂谈的第一谈 今天我们要关心的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一带一路 谈这个话题之前啊 先问一下 一带一路能绕过新加坡吗 一带一路会绕过新加坡吗 而且能不能绕过新加坡 能不能绕过新加坡 现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啊 就是曾经被议论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叫克拉运河 刮道港 这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阿拉伯半岛 石油产量最丰富 最集中的地方 建完以后 谁经营 新加坡经营 新加坡当时拿下经营权 拿了多少年你知道吗 拿了四十年经营权 中免油气管道 这个整个的油气管道建好 这个叫中段 它有几段可以 就是缩短所谓的油气运输的航程 直接绕过马六甲 直接通往中国 第二新中关系其实总体局势是好的 你别看很多媒体去炒作 网友在那叫嚣 有些网友在叫嚣 那么有些专家也在叫嚣 甚至我们新加坡有些媒体 也是有很多负面的评论 第一 新加坡这个基础建设和钱方面 不是太需要 要做的是第三国 第三国项目 第二就是说 它做金融方面 做其他方面的服务 这些都是 平时在发生的 就是一直在发生的 并不是太被关注的那种大项目 除了这两点以外 其实我觉得 有这样的一个舆论氛围 就是觉得 一带一路对新加坡是一个威胁 我们都在新加坡 你能够感受得到 有没有这样的氛围 那边就拍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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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出门